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鲜奶油的波士顿派的原料其实相当简单 但是过程却是相当的繁复 老板说原料越简单制作就得越用心 这吃起来才会与众不同 这是波士顿派蓬松绵密的蛋糕 夹了一层厚厚的浓郁细致的鲜奶油 40年前在台中只有美国官兵才享用得到 这个道地的美国甜点 一直到徐振兵开了全台湾第一家 波士顿派蛋糕店 许多人这才明白派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家对派都不了解什么叫派啊 我说你怎么去买派 怎么买不好的 你怎么买不派 对 怎么买不派 刚刚出炉的波士顿派要像蝙蝠下一样倒吊着 倒着冷却 避免蛋糕体变形 这个派倒着放 防止它说可以碰一点 表面可以比较圆润一点 对切后 香浓滑顺的鲜奶油 大把地抹在蛋糕上 由于鲜奶油甜而不腻 好多顾客还希望涂更多一点 最后撒上诱人的糖粉 每一个步骤徐振兵小心翼翼 就怕破坏蛋糕的完美形状 凡是要求完美的他 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 在美商企业公司上班 同学都羡慕得要命 但是他一心想创业 那个时候有亲戚 专为台中美军空军基地的官兵们 制作Boston Cream Pie 也就是波士顿派 徐振兵有兴趣就跟着学 当时越战的时候美军官兵 回到群前岗 今天那个空军基地 进来跟督将 他就做甜点给他们吃了 那其中这个波士顿派 是他们最喜欢吃的一个甜点 那时候跳出来开蛋糕店家 也有反对啊 有啊 我妈妈反对了 我妈妈还骂我 这个烤肉好好 大家找不到烤肉 烤肉好好洗洗掉 按照最正统的recipe和手工 就连蛋白蛋黄分离 人家都买现成的 徐振兵宁愿一个一个地敲 一边敲一边筛选 此外进口的面粉 至少要筛三次 他说面粉与空气充分接触 才会松 波士顿派的原料很简单 但是要好吃 靠的就是手工 筋面 比例 当然还有秘方 徐振兵学成之后 就在风云庙口开了小小店 卖波士顿派 但是这么新潮的玩意儿 一开始没人知道要买 前三年销售不佳 做出来的派 猪倒是吃了不少 它是倒很多调 因为隔天的那种东西 我就不卖了 还好三年后 徐家的派累积口碑 小店渐渐展成大店 还成为风源的特产 过年过节 都是大牌长龙买派的景象 然而徐振兵却在 事业最顶峰的时候 选择带着孩子到加拿大念书 他在国外开农场 生活倒也过得很自在 一晃眼十年过去了 孩子们大学毕业 徐振兵在老顾客的怂恿之下 重操就业 老店新开 因为很多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不在做派呢 你当初的派那么好吃 现在都吃不到那种品质 所以媳妇 儿子他们就想说 这个应该把它传承下来 念电脑工程的儿子 以及担任老师的媳妇 也纷纷加入做派的行列 只是不同于过去老店的经营方式 徐振兵跟着潮流选择网路销售 不开店面而走宅配 儿子正好发挥专场 驾网站 接网购订单 我们在网路行销这一块 今天有时候还是不足 所以还非常感谢 这个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个 在网路网购方面的协助的辅导 以前最远只迈到隔壁县市 现在就连新加坡的顾客也吃得到 老字号的波士顿派 有了新的延续 以前做台湾第一家 现在第二代期许 还要做台湾第一好吃 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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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 我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